第762章 升旋古珠 是道宗人马 在他们这里骚动传出去不久 那远处也是传来一些惊呼声 而后更是有着 凄厉的惨叫之声响起 想来已是有人 遭到了毒手 一时间这片黑色荒原 顿时变得极为的混乱起来 林栋手持黑树 舞动之间 凶狠的季风席卷而开 直接是将那暴冲而出的摩椅 山的浑身骨骼断裂而开 不过他的攻势虽然凶狠 但那些摩椅确实憨不畏死 依旧是不定盖地的涌来 那等数量看的林栋眉头 都是大昼 而道宗弟子在经过初始的荒乱后 便是开始展现出了 身为超级宗派弟子的实力 彼此配合间 也是将那摩椅的攻势抵御了下来 只不过一些人依旧是受了伤 不过索性并不危及生命 这些摩椅数量极为的庞大 而且皮糙肉厚 若是鱼它们耗在这里 待得我们原力消耗殆尽 恐怕就得被它们尽数吞噬了 硬笑笑说到此处 带眉眉眉皱了皱 难难道 不过它们 怎么会出现在这一摩鱼外围 一般只有中部区域 才会遇见这种摩椅的呀 这可很难闯出去啊 林栋望着那密密麻麻的黑色遗骸 也是略感头痛 想不到它们这才刚刚进入一摩狱 便是遇见这般棘手情况 一摩狱的凶险果然名不虚传 眼下这一幕如果只是它一个人的话 要脱身自然不难 可显然 太太必须保护着其他的道宗师兄弟 硬笑笑与王妍也是眉头紧皱 目光闪烁着 不断地想着脱身的策略 这些该死的东西 这么一个个全都往我这儿跑啊 而就在他们皱眉间 一旁的硬欢欢 确实交连有些发青的喊道 林栋等人闻言 目光瞟了瞟 果然是发现 似乎硬欢欢所在的地方 那些摩椅几乎是源源不断地冲去 足以轻易撕裂一名 六纹涅槃境强者的涅槃金身的锋利爪牙 铺天盖地地 对着他的周身要害 笼罩而去 这 林栋微震了一下 寻尽目光微微闪烁 这些摩椅智慧并不高 但他们现在的攻击目标 却是异常的明确 在他们这群人中 硬欢欢实力并不是最强 但这些家伙 为什么偏要盯着他傻 难道依靠着本能 他们觉察到硬欢欢 才是这群人中最危险的 林栋皱着眉头 硬欢欢虽然是轮回者 但现在显然还没有觉醒 他可不相信 光凭这些智慧不高的摩椅 就能够感应出 他这一重极端隐秘的身份 但既然不是因为轮回者的身份 那又是因为什么 林栋目光急促的闪烁着 下一霎眼神猛的一鸣 硬欢欢除了轮回者的身份之外 似乎还有着一种 他们所并不具备的东西 那便是 银波 欢欢 用你的银波攻势 催眠他们 林栋栓形一栋 再度出现在硬欢欢身边 黑树狠狠地轮动 然后将树头摩椅 砸得稀巴烂 沉声说道 我的硬波迷魂 只要精神力稍微强大一些 就能无视掉的呀 硬欢欢愣了一下 道 这些东西可并不存在什么精神力 他们对于其他人而言 是洪荒猛兽 对你而言 却是毫无抵抗之力 林栋道 在先前轰碎这些一摩椅时 他已是能够感觉到 这些摩椅体内 并没有丝毫的精神力存在 硬欢欢迟疑了一下 终于还是点了点头 旋即御守青阳 宛如翡翠般的碧绿古针 便是闪现出来 御指轻波 青阳的琴音 便是带着一些奇异的波动 迅速地传开 这些奇音刚刚传出 林栋等人便是立刻见到 那些原本公式凶猛的摩椅 便是立刻的变缓下来 最后直接是哗啦啦的 如同割刀草一般的昏倒的过去 众人望着 这原本足以让他们 陷入一场险境的乙巢 在琴音下如此的不堪 一时间竟是有些目瞪口呆 这果真是万物相生相克 谁能想到 连林栋等人都只能撤退 不敢纠缠的乙巢 便是在硬欢欢的一道奇音之下 尽数地败退 走 林栋硬笑笑等人 也是松了一口气 而后一声轻贺 就于带着队伍赶紧离开这片险地 姐姐 是弟弟 好像有什么东西 不过 就在他们打算 趁此离开时 硬欢欢突然迟疑地说道 闻言 林栋硬笑笑 王延三人都是争了一下 脚步也是滑了下来 然后将那疑惑的目光 投向硬欢欢 硬欢欢浅眉微微皱 玉手猛地拨过琴弦 一道阴波直接是暴力而出 然后众人便是见到 那次弟弟涌出来的黑色乙巢 如同一只大手拨开一般 露出黑暗的土地 已朝散开 只见得在那深深的地底之下 似乎是露出了一大片褐色的岩石 此时在那岩石上面 似乎有着树道身影盘坐 那是 林栋等人愕然地望着 那地底下盘坐的身影 看着仔细后 他们方才发现 这似乎是一些风干掉的枯湿 林栋 看那些枯骨的丹田畜 硬笑笑轻声道 林栋视线顺着声音望过去 拳击眼神便是突然一鸣 在那些枯湿的丹田处 他见到了一团白光 而在那些白光中 隐隐间 仿佛是有着一枚丹丸 在滴溜溜地旋转着 一种令人动容的磅礴声气 从中散发出来 这是声悬骨珠 好家伙 这些枯湿 生前必然都是声悬镜大成 甚至圆满的强者 王岩的脸庞上 也是在此刻涌出动容之色 牙低的声音中 有着浓浓的惊讶 声悬骨珠 一种只有声悬镜大成 甚至圆满的强者 在陨落后 体内生气不散 便是为逐渐的凝聚而成 其中蕴含相当混合的声气 对于那些处于 九元涅槃镜顶峰的强者 有着极为诱人的吸引力 甚至若是机缘足够的话 说不定还能够借此 触摸到声悬镜的门槛 这东西若是放在外面 必然是极为罕见的货色 没想到 他们这才刚刚进入一抹雨 便是将其给遇见了 面对着这种宝贝 就连林洞的眼神 也是涌上了一抹火热之色 难怪这里会出现 这种规模的遗骸 原来是深悬谷猪引来的 应笑笑也是恍然 动手夺了 王盈看向林洞 应笑笑两人 而后两人对视一眼 微微咬牙 也是点了点头 既然遇见了 那可没有轻易放过的道理 应欢欢望着 跃跃欲试的三人 微微愁愁了一下 大眼睛看向 那些地理的哭师 大眼睛中确实不知道 为何掠过一抹不安之色 然而 就在林洞三人打定主意 准备出手之时 那远处突然有着 极为刺耳的剑鸣之声 响彻而起 而后 道宗的众人一惊 转过头 只见得那远处 璀璨的光芒涌动 这些光芒 直接是化为一柄巨大的光剑 一种刺耳的剑鸣之声 扩散出来 直接是以一种惊人的速度 撕裂遗骸 最后出现在了 林洞他们这片半空上 剑踪的人 望着这突然杀出来的光剑 林洞双眼顿时 微微眯起 我正奇怪 这一模于外围 怎么会出现这种规模的一朝 原来是另有原因呢 半空中光剑逐渐的暗淡下来 最后露出其中的大批的人马 而在那最前方 一名灰衣男子 正笑眯眯的望着下方林洞等人 而后 其视线一转 极为火热的盯在了地地深处 那片褐色岩石上面的枯湿 道宗诸多弟子 也是因为剑宗弟子的到来 眼中露出警惕之色 隐隐间有着浑厚的圆里波动 散发出来 灰衣男子看着林洞等人 眼神微闪 而后含笑道 在下剑宗薛灵 哈哈 道宗的朋友 这生玄谷珠 咱们和平分配 如何